我是Mike主席 我較早前就回那個催淚彈 現在接近一萬法提了一個緊急質詢 我留意到主席一次又一次 很多這些和香港市民 極之關心的一些問題都完全不處理 我就不想問主席 究竟我們怎樣去看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職能 現在是說全香港的家長、老師 甚至學生 在他們每一個社區都接觸到這些催淚煙 甚至乙惡嬰 但是主席你沒有一次批 第一件事 我對幾條的緊急質詢 我已經作了書面的裁決 在一個緊急質詢裡面 其實是有一個很嚴謹的機制去做 最重要的一條問題 是否在今次的會議不問是失了異議呢 其實在立法會裡面是有很多不同的渠道可以去問到這個問題 你可以在委員會裡面問 也都可以排隊去做這件事 所以這一個呢 就是一切都是根據以往的機制去處理 你是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在立法會去問的 所以請你坐下 許志豐議員 多謝梁議員 多謝梁議員 反送中運動自本年六月爆發以來 是尚未平息 據報有多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 超過七成的市民是支持 由政府按調查委員會條例 委任調查委員會 調查反修例運動相關的事宜 然而政府一直僅表示 是以交由監警會 是就各項大型公眾活動 以及警方所採取的行動 有關的事宜 是作出審視 並提交報告及改善建議 監警會的成員是軍由行政長官委任 所以有市民認為監警會的立場是親政府 對他的工作的獨立性是缺乏信心 就此政府可不可以告訴本妹 過去三年 每年投訴警察課接獲的投訴當中 證明屬實的個案 中數和百分比 以及涉及嘔打指控的投訴當中 證明屬實的個案 以及它所涉及的百分比 第二 鑑於監警會 就沒有傳召證人 以及進行調查的權力 政府怎樣可以確保監警會 日後發表的報告裡面 會提供反送中運動的成因 全面和客觀的分析 以及就警務人員 有沒有過度使用武力 作出客觀和公正的結論 以及第三 有沒有評估 由獨立調查委員會 或者成立獨立性受質疑的監警會 就反送中運動相關的事 進行調查 兩者之間的優劣為何 如果有結果為何 什麼規則問題 何俊言議員 我看到許智峰議員 他並沒有跟著草議本裡面 他的字眼讀出來 搞一些小動作 我希望主席再裁決 許智峰議員請你重新讀你沒有 重新讀嗎 重新你沒有規定跟這個問題 讀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的指控是哪一樣 沒有跟規定 主席 反修例運動這個字 是正確讀出 所以其實他並不是做 他現在自己的修訂 可能他不識字 所以我不知道 主席希望你做裁決 主席 反修例和反送中運動 都是市民理解的一些字眼 許智峰議員 如果你不跟著草議去讀 我就不能給你問這個問題 沒問題 我可以讀多一次 但是不要再咬文著字 市民都知道整條條例是關於反送中的 這個不是咬文著字 這個是根據議事規則 議員是需要圓圓本本去讀 因為答案 如果你不是用這條題目 已經是不能夠可以問的 好啊 主席我修正 反送中運動我所說的 即是等於是反修例運動 對不起 請你坐下 第二條 怎麼搞錯啊 請你坐下 請你坐下 陶謹申議員 請你馬上離開會議廳 陶謹申議員 請你離開會議廳 我沒有 陶謹申議員 請你離開會議廳 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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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去看 會議員再暫停 隨便會議廳 請你離開會議廳 許智峰議員 我較早前 根據議事規則 批准你提出 這項口頭質詢 而有關的質詢內容 已經按照我的 批准版本 剛才許智峰議員並沒有根據我批准的版本提出他的質詢 因此我要求他需根據我所批准的版本再讀一次 但他並沒有這樣做 其後我是暫停會議 在暫停會議期間我和許智峰議員會面 他表示明白有關的要求 並希望我給他一個機會再次讀出他的質詢 經過考慮之後我決定今次著情容許他再讀一次 但我必須指出今次不應被視為先例 我再次提醒議員日後是必須根據我批准的版本讀出他的質詢 許智峰議員 多謝梁議員你的口愛 我現在再讀多次 反修例運動自本年6月爆發以來尚未平息 據報有多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 超過七成市民支持由政府按調查委員會條例 委任調查委員會調查犯修例運動相關事宜 然而政府一直僅表示已交由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設立未世界超過試密關於事務部 整齊公司 為助到該補判的黨委員會 審議議員 區域相關的議員 事件宜已 Ensuite可以說 第一,過去三年,每年投訴警察課,接獲的投訴當中,證明屬實的個案,中數和百分比,以及涉及嘔打指控的投訴當中,證明屬實的個案,中數和百分比。 第二,鑑於監警會是沒有傳召證人和進行調查的權力,政府怎樣可以確保監警會日後發表的報告,會提供反修例運動的成因的全面和客觀的分析,以及就警務人員有沒有過度使用武力,作出客觀和公正的結論。 第三,有沒有評估,由獨立調查委員會,或者成員獨立性受質疑的監警會,就反修例運動相關的事而進行調查,兩者的優劣為何,如果有的話,結果為何。 保安局局長。 主席,根據《香港法例》第604章,《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下稱監警會條例,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下稱監警會,它的法定職能是觀察、監察和覆檢,投訴警察課處理和調查需匯報投訴的工作,並且就投訴的處理和調查,提出建議。 主席,被提出, 監察警方處理通告 FO, 沒確定治管理任何組合法的調查, 已經重視於《大法例》, 監察警方提出, 該 brute報告。 其實是由判局局長, 為判局局長, 正確 der besten。 因此, 監察警方處理的部分裏摺檢, 最主要的是監察警方釋明事件, 所以中有座合法和調查, 由判局局長, 或許可報告。 制度的第一層是負責接收和調查投訴的警察投訴科 制度的第二層是法定的監警會 兩層投訴制度是根據監警會條例有效運作 有清晰的法律基礎 可以確保每一宗投訴警察的個案 都能夠得到公平公正的處理 在兩層制度之下 運作獨立於其他警隊部門的投訴警察課 在完成每一宗需匯報投訴的調查之後 都需要提交詳細的調查報告 被監警會去審核 如果監警會認為投訴警察課的處理和調查有不足 可以要求這個課去澄清 或者重新進行調查 此外監警會可以就任何投訴的個案 向警務處處長和行政長官提供意見和建議 監警會一直以公平公正 以及不偏不倚的原則 全面去監察和審核投訴警察課 處理和調查投訴的工作 監警會由非官方人士組成成員來自社會國界 包括立法會議員 他們以豐富的社會和公職經驗 深入而客觀地直接監察警方的調查投訴工作 並且由獨立的全職秘書處提供支援 有關對監警會獨立性的質疑 對於一直黑盡揭職監察警方調查投訴工作的監警會成員 以及觀察員有欠功勻 至今年6月9日至今 香港發生了共超過800場示威、遊行和公眾集會 因應公眾對警方在大型公眾活動裡面的執法行動的關注 監警會根據監警會條例賦予的權力 成立了專案組和國際的專家小組 主動審視在6月9日起 在香港發生的大型公眾活動 以及警方採取的相應行動 並將分階段向公眾公佈進展 監警會表示將揭曆於原定的期內 即是2020年初 就審視工作向行政長官提交首個階段性的報告 以及公佈詳情 政府會密切注意監警會的報告 以及當中的建議 並且仔細研究 以決定如何作出跟進 另一方面 行政長官在今年9月4日提出了四項行動 希望為香港打破困局 其中一項是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學者 就社會深層次問題 進行獨立研究和檢討 向政府提出建議 獨立檢討小組會檢視過去數個月來 發生的社會事件的因由 從而歸納和研究香港社會各項深層次矛盾 以及提出解決的方法 政府正進行籌備 當局勢稍為平穩之後 會盡早開展獨立檢討小組的工作 就議員提問的各部分 現在回覆如下 1、在2015、16、16、17 以及17、18年度 警方投訴警察課 共處理了3360項 2807項 以及2872項的指控 當中獲證明屬實的指控分別是有 到了八十一項、四十九項、六十八項 佔當年全部指控的 2.4個百分點、1.7個百分點 以及2.4個百分點 涉及嘔打的指控分別有346項 245項、181項 當中獲證明屬實的分別有 1項、0項、1項 佔嘔打的指控總數是0.3個百分點 0個百分點 以及0.6個百分點 第二及第三 監警會根據監警會條例 獨立運作 履行它的法定職能 監警會就近期大型公眾活動的審視 設立了多個渠道 包括電郵 熱線 信件 以及電子平台 公國的持份者 包括傳媒 以及市民 提供近期大型公眾活動的相關資料 以協助會方去審視和釐清事件 監警會設立的專案組 已經與警方舉行了多次工作會議 警方也不斷提供在活動中的 相關警務行動資料給監警會 監警會亦邀請了國際專家 負責提供國際經驗和意見 給予監警會另一個角度 豐富它的審視工作 據監警會公佈 截至本月10月4日 監警會一共接獲了超過11800份 包含超過41400個項目的資料 而截至本年11月18日 大型公眾活動所衍生的 需匯報投訴 和需知匯投訴的數目 分別是372宗和762宗 每一宗投訴個案的調查工作 都由監警會和會方120名觀察員 密切監察 監警會在上述的審視和監察工作 監據且複雜 涉事活動亦不斷發展 我們需要給予監警會時間和空間 令他可以專注地完成有關的工作 政府會全面配合監警會的工作 並會確保給予監警會秘書處 充足資源去進行相關的工作 監警會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報告會公開 公眾介紹可以詳細檢視報告 我們明白到各界就檢視近期 大型公眾活動的關注 亦都提出了不同的建議 例如成立不同性質的委員會 包括問題三所指的 或者訪校英國成立騷亂社區 和受害者小組 以檢視過去數個月來 發生的社會事件的因由 查找不足 或者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等 我強調監警會現時的審視工作 它的目的 性質 和範圍 都跟上述所提及的不同組織有分別 不能夠直接比較 監警會有法定職能 在警隊的常規或者程序裏面 找出已經 或者可能會引致 需匯報投訴的缺失 或者不足之處 並作出建議 監警會也有足夠的經驗 聚焦處理有關警方的投訴 我們認為 應該按既定的機制 讓監警會發揮它的職能 讓有關的審視工作 作出報告和公佈 讓政府從而 結果作出考慮和合適處理 謝謝主席 許遲峰議員 局長的答覆裡面 都很清楚地說到 涉及警員嘔打的投訴 三百多宗裡得一宗成立 佔不足一百多 市民怎會有信心呢 如果監警會有調查權 有公信力的話 民憤一早就平息了 實際上就是監警會 根本就不可能 調查警暴問題的核心 所以梁議員 社會上其實是有共識的 中間立場的市民 淺藍的市民 都贊成獨立調查委員會的 我想問政府 為何都要繼續反對呢 究竟是政府根本怕了警隊 寧願縱容讓它繼續濫捕 還是怕了北京 寧願摧毀香港的未來 都不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調查警報的問題呢 局長 局長 多謝主席 我認為是投訴警察課 以及監警會 作出了最後審視結果之後 我們整體是反映警隊 在整體表現的一個結果的 我們也不應該只看一年的數字 或者我可以給議員看 在三年的數字比較 其實剛才在主題答案裡面 都是說三年的數字的 在過去警隊在維護法紀 以及得到市民 認為他們在這個方面 工作表現的接受程度 其實你看到在這麼多年 三年的數字 其實他那個 真正正正投訴成立的 是整體反映了一段時間 警隊的整體表現 所以這個整體表現 經過三年 是正正反映香港警隊 是一個專業和有素質的警隊 而現在因為在六月之後的不同公眾活動 當然投訴數字上升了 而我們以前監警會所發出的報告 你看到每年的投訴成立的數字 和比例都是差不多的 這個正正反映警隊在這方面的專業 和他們的工作表現 所以在監警會的數字裡面 是反映出我們是有一個 專業和優秀的警隊的 另外一樣 剛才我已經在主題答案說得很清楚 不同的意見 有提出 去怎樣處理我們將來 在這方面的問題 在我回答剛才的問題的時候 已經說出了政府在這方面的立場 以及打算怎樣去跟進 請多謝主席 陳克勤議員 多謝主席